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c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最近很多的博主都在讨论 三十而已这部剧 说实话我还没有开始看这部剧 但是我看很多的一些博主的分析 那最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那张照片 就你背着一个Chanel 你不好意思站在一群都拿着爱马仕的父太太的旁边 我想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普通人 所以我们应该不太会有这样的困扰 说实话我觉得一只Chanel已经价格非常高了 那我对于大部分而言可能也不一定 就是说一定要拥有那只包包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现实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要来选择你的第一只的入门的这个奢侈品 或是大牌的包包的话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选择呢 今天我们就主要来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第一只入门款的大牌包包 你要选什么 那我今天会给大家来推荐四到五款 这样子的一个入门级的包包 首先我想要讲一下 看这样的这样视频的同学们 有很多可能还都是刚刚开始进入社会 或是非常年轻的小朋友 所以我想要强调的是 我对于这种大牌的包包的一个看法和观点 我觉得就是在你没有相应的经济条件的这个情况下 或者是说你还是学生 我非常不建议你去买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牌包包 当然括号就是如果你家里有矿 那那就除外对不对 那你想买什么都可以 你什么时候买都可以 但是还是回到最早讲到的就是普通人 而且国内有很多一些就是小众的精品的这种设计师的品牌 然后他们也有设计很多非常精致的包包 然后它的价格和材质也都是都是不错的 当然讲到这里我想要讲一下我购买大牌包包的几点想法 当然我想我的观点可能会被有一些人笑话 可能就是在看视频的你笑话 第一点是我觉得首先是要使用 我非常认同我这两天有在小伙书上看到了一位年纪还蛮大的这个阿姨的一个分享 然后他他也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不要被物质所绑架 就是你买的这个包 它是为你服务的 就他这样一件产品它是为你服务的 就你不要变成被它绑架成说你要为它服务 你要把它给供起来 有一些价格非常高 然后又很难打理 然后材质又是那种非常特殊的皮脂的那些包包 真的就是你背着它你又担心刮到碰到 然后又担心下雨淋到 就我觉得那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它就不是我的选择 第二点是设计风格 那我想就是每个人根据你的成长环境 你读过的书你看过的展让 就你会形成你自己一套比较独特的一个审美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在挑包的时候当然也会去根据你的喜好 你的个人的穿衣风格去选择相应的设计风格 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设计的品牌 比如说Seline 那基本上每一件 大概是之前了 就每一件我可能都觉得是非常想要 就是然后非常想要搜集 Seline那个设计跳到了这个BV之后 那我觉得BV新出来的那些包包设计 哇每一款也都很喜欢 所以我会更偏向于就是不同的设计 那有的一些设计的品牌我可能 我可能就是时尚的触觉还没有那么灵敏 或是我get不到它的那个时尚的点在哪里 这我喜欢就是那种比较简约 然后大方 然后就很舒服的那样的一些设计 所以第二点是你需要去挑选符合你口味设计 和你个人风格的这样的一些包包来配合你 第三点是如果你也是刚刚入门开始 那我就非常建议你一定要买经典款 而不是季节款 从颜色上来讲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去选择你日常的工作生活 然后都可以用的一些相对比较百搭的颜色 当然了你如果你是一个人就很喜欢的 那你也可以买这样的颜色 因为你会你拿着它你觉得开心吗 那当然也可以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你会需要去买一些经典款 而不是季节款 可能你看到想那样今年出了一个沙滩包很漂亮 然后是那种透明的PVC材质的 然后你就冲过去买了 然后买了之后你发现可能只有去海边旅游的手摊用到 你平时根本用不到它 那它就不可以被列为你第一款的这样的选择 那以上就是我对于刚刚开始购买这个大牌包包的几点建议 那总结而言就是首先我们要去买实用性的 我们要让这些包围我们服 而不是我们把它给供起来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你要去找到符合自己的审美和设计的 喜好的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设计品牌 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建议去买经典款 而不是去买季节款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如果你还认同的话就赶紧给我留言 或是给我弹幕上去鼓励一下吧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介绍今天我推荐的四款这个大牌包包 第一款包包是这个WISE AIR的这款 叫NIKKI的包包 它的材质说是叫就是爆裂的牛皮的那种 有点做旧的那种复古的样式 然后它的这个链条也都是复古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旧的材质 这款WISE AIR的包包呢 它的价格应该是在十几K吧 就是如果国内的话可能会贵一些 但是在欧洲买的话价格会好很多 它的这个size呢有三种不同的size 有小这个是中号 然后有小号和大号 也有去它官网上有看到 就是它有出最新的羊皮 小羊皮材质的 然后所以那个小羊皮材质的话 应该我觉得就会比较难打理吧 所以相对而言 我还是觉得这种我会比较推荐做牛皮的 因为你下雨啊什么擦到都不用怕 像比如说这个logo这里的话 其实就有被磨到 因为我在去年去出差的时候 我们有一次活动 我就直接把它扔在了就是堆满杂物的那个 仓库里的地面上 然后就跟一堆的什么产业的东西 就是都搅合在一起 然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过话说回来还是刚才说到 它是为我们服务的 当然我不需要把它给供起来对不对 然后它的尺寸的话我也会放在旁边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适合的尺寸 小号的话它可能就对我而言的话 是因为我喜欢出门的话 我带的东西相对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尺寸也是最合适的 大号的话我没有看过 可能大号也会很好 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需要去选择我 首先看一看这款包包的一个容量 它其实打开之后 它这个空间是很很大的 基本上什么都能够放进去 然后这边外面有一个小的口袋 然后里面呢有一个大的空间 然后这边有一条拉链的东西放在这里面 然后它在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内袋 就是里面有两个内袋 我觉得它这款包设计的最最好的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功能就是它这个外面有一个 有一个带子就是在你贴身靠近身体这边 然后而且它是这种搭口就是实锡的 就特别好 然后因为你在比如说你在逛街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或是纸巾 所以你要拿的这些东西就放在这个内袋里 让你很方便拿 我觉得尤其是手机吧 因为手机你平时都是就是直接的拿在手上的 但你可能要突然拿些什么东西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把手机放进去就好 这个是它特别方便的一个设计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它的空间可以放些什么东西 那我们比如说日常的话 我可能如果是去上班的话 我有一个应该是无印良品买的这个小的盒带子 这样一个小的收纳包 那我会把它放进去 然后再加上钱包 就虽然现在大家出门不太用钱了 但是你的一些证件一些卡还是会要带着 所以我会把这个钱包也放进去 再加上一包纸巾 然后Airport 再加上你的车钥匙加门钥匙 然后一支口红 好啦这些放进去它完全没有负单 就是还是很空 然后很空 我觉得它就是因为它很空 所以它这边就一直都是 啪的 就它不能鼓起来 看上去还蛮难看的 所以它就是它的空间很大 甚至于如果是 我们看看雨伞怎么放进去 雨伞也是好像也可以 就是这样写着 如果就是那种 有那种小一点的雨伞的 就是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 即便是这样子 我也可以把它给扣起来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把你通勤用到的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是不是很棒 刚刚才有忘掉 就是比如说 有的时候你出门 可能是要去工作 然后你没有办法带你的笔记本 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带一个iPad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看这个10.5寸的iPad Pro 它能不能放进这个YCR的这款包包呢 看一下 就是看一下 因为我其实有带它出去过 我觉得它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你可能需要稍微整理一下你的钱包 看它其实是可以放进去的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你把它扣上就可以了 就它也都没有很古 所以这是被我发现了一个很宝荡的包包 就是它的中号 就是你完全可以连这个iPad都能放进去 大号的尺寸 32×1 23×9 可能是笔记本电脑都可以放进去 就是大号的尺寸 就是如果你想拿它去通勤的话 我觉得你甚至可以买大号的 你把你的笔记本电脑也放进去 那就完美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款包 它怎么背吧 我觉得它有 因为它有两种背法 然后应该是说它有三种背法 就它这个链子是很好的一点 是它这边肩有两块 就是牛皮的肩在 这样的话你其实背的比较重的话 你肩部也不会说lay down就特别累 所以你可以就是把它同叠在一起 然后就是这么背 这么背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就是斜跨着背 斜跨着背的话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样子 就有一点长了这个链子 就会到这个臀部下面 因为我身高是165 167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170左右的可能它的长度正好 如果是像我这么身高的它的这个长度就稍微有点长 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呃单肩背的比较累的话 你想要去脏鞋背也可以就是临时这样 那还有一种背法呢是嗯 网上我讲到就是流浪包的那种背法就是它可能是你可以这样 就是你可以就把它这样子背 就是就像流浪包的那种背法 一个是单肩 然后这边是也是单肩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样背这样背也可以啊 就但是也会比较紧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 就它是有发明这种流浪包的背法 这也还也还行呢 我没有这样背过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嗯这个也不错 ok 所以这就是它的三种背法 相对而言的话 我会觉得这款包就非常的宝藏 然后它的价格 呃也没有特别夸张 所以如果呃你想把它作为你的第一款入手的这个大牌包包 我是非常推荐的 我觉得它如果是从性价比啊 然后它的耐用度使用度 以及它的颜值法 然后搭配度啊各方面的 我觉得它可以给到很高的分数 啊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款 第二款就是这个 小奈儿的这款 Wallet Herchan 就是WOC这个钱包 嗯那这款呢 是它的一个经典款 然后它是小羊皮的 它是呃就是这种荔枝纹牛皮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材质 嗯然后呢它它 其实现在有出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新的这样子的款式 那基本上就是Xhanel的所有的 经典款的CF啊 然后Oboy啊就是19 这样子的很多全部都有出这种 荔枝红包的这样的款式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 经典的款式 先讲一讲我为什么会买它 因为呃我的工作的话会い呃需要经常出差 你出行的话肯定会是带一个比较大的出行的包包 因为你带东西会比较多 但是你会出现比如说你晚上要出去吃个晚餐 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要出去逛一下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 你就要背着你的大包包出去 我觉得就非常不方便 然后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要带上像 比如说像刚才讲的这些包包的话 你会觉得它有点太大 你放在行李箱里面就会断很大的空间 所以最后我就想到说 我为什么不去买一个这样子的钱包 就是大一点的钱包 就是放在行李箱里根本不占地方 同时又好看然后又百搭 而且所有的女生都会比较喜欢像那样吧 然后但是我觉得它其他的包包 这个价格每年涨得好高 我觉得作为投资而已的话那确实蛮好的 但是它的门槛也挺高的 那就我目前的情况的话 我可能还不太舍得 或是愿意去买花那个价格去买那样的一个包包 就是所以呢我觉得入门款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买这一款 而且的话它的颜色因为是黑色的 所以也非常百搭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它的容量和容量的空间有多大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钱包的十寸而已 那我想很多人其实都有看过它的这种测评 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吧 就它里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那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就是这样的支撑开的 所以它其实还是可以放一些东西的 然后另外它里面有这样的夹层 然后也有有两个夹层 再加上非常多的这个卡位 你就可以插很多卡 还有一个带拉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那带拉链这个区域 你就可以把一些证件放在里面 那我们来放一放东西 就是看它能放的 那首先基本上 如果你是出差 晚上要出去吃个饭啊 或者是逛一下的话 那首先你肯定会放你的手机对不对 那我会把手机放进去 然后你肯定是需要去带一包纸巾 然后把纸巾放进去 然后你会去带一把钥匙 或是你酒店的房卡 房卡就更好的 你就可以插 然后一般我还会去带的证件 或者是带一张银行卡 那我一般不会去插在卡位了 那我就直接会把这种重要的东西去放在 放在这个有拉链的这层里面 那把拉链拉上 那基本上你就只是会带这些东西 那当然可能你去吃晚餐 你可能还要再放一只口红 那我们就把 其实就把它给放满了 手机口红 然后加钥匙和餐厅纸 那我觉得这些就是你需要放的东西吧 你还是可以非常轻松的把它给扣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个边上边上的话呢 它就是因为就不会被撑开 但它也不会太难看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给背上了 那背面你可以把一些车票啊什么的 就还来不及整理的 可以飞进去是可以的 那我们第二点的话 来讲一讲这只包的不同的背法 因为它的链条真的是太长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链条真的好长 就是如果你背的话 那它基本上就是到了我的 臀部的下方 就是特别 我觉得特别长 那这样的话是不太适合小个子女生的 我觉得一米六五一米六八以上都不适合 你如果是一米七五你可能才适合 那我通常会怎么来背呢 我一般情况下呢 会把它在这个里面 我会把它给变成这样 就往左边绕一个这个链子再往右绕一个 然后再把它给扣起来 那这样的话 它就把它调节成了一个短一点的这个 那这样你在单肩背的话 它就是在你这个跨部这个位置了 那这个长度是就非常适合 而且这个长度的话 如果你是想斜着背的话 那也非常酷啊 就是你如果是穿着T恤的话 那你这样背也很好 因为它就是在你的跨部上方的这样一个位置 对就很还蛮好看的 那当然的话呢 你也可以有其他的第三种的背法 就还是去调节它的这个链子 然后我会因为刚才是从里面绕嘛 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外面绕一圈 就是把这个链子呢这样子绕一圈 只绕一边 那这样的话 它在外面就会多出来这样一条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的拉得稍微宽松一点 我可以把它又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单肩了 然后这个时候它的这个长度呢 会稍微更短一点 这样的话你单肩背就很好看 而且它还有这样的一个装饰 就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所以这是它的第三种的背法 然后还有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背法 然后你甚至可以就是我还喜欢的一种方法 就是我会想要把它 还是刚才那种方式 只是我把它的链条给拉出来了 就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腋下包 也是现在标流行的腋下包的背法 两边链条 然后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腋下包也很好看 就是作为腋下包来背 我觉得也挺好的 有没有 当然当然还有第五种的方法 好这个第五种的方法的话呢 就是你可能刚才是 都是绕了一圈这样子 绕一圈 绕一圈 再绕一圈 然后就是你可以把它绕几圈 给扣上之后 那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手包 就是就这边有一个链子 然后你就直接把它拿在手上 就作为一个手包也是可以的 就是也挺也挺好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就直接 把它这样拿在手上 所以就直接这样拿在手上 我觉得也挺也挺好看的 所以它有五种不一样的背法 那就是和你不同的就不同的服装啊 然后你当天不同想要背的这个心情 所以这个包我也是非常推荐的 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你经常出差 那么你把它作为你出差的 一个备用的一个小包就非常好 而且它因为它就很简洁嘛 就是一个小logo 所以你就是搭配所有的衣服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如果是比较运动休闲的 就可以把它的袋子变成那种 可以这样写背在胸前的 也很酷 然后你如果是穿的像 比较优雅的这种裙子的 你就把它变成这种单肩背的 也是的那种就是腋下包啊什么的 也非常的经典 你甚至可以这样子手拎着 也非常的好看 好了这就是我推荐的第二款的 这个香蕾儿的这个手拿链条钱包 谢谢大家